面对全球能源危机与温室效应 所造成的气候变迁、节能减烫和替代能源的再生 也是许多国家重视的问题 县府在102年推动公有防射屋顶 建置太阳能光板 获得不错的效益 今年也将着手第二期节能计划 同时也鼓励村里推行省电 办理节电奖金争霸赛 并在县府大礼堂召开了绿色生活聪明省记者会 台中县政府在两年前102年 我们推动第一期的屋底 变成是发电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经过两年的建置 这个第一期的计划经过两年的建置 现在全部完成了 替代能源的使用 可以节省的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个都是在帮助我们 怎么样更好地维护地球 那另外今天邀请了几位里长来 也是在跟大家说明 我们配合中央的这个 省电的这个大作战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以村里为单位 开始来做这个省电的这个比赛 目前台东县共有66处 公有防射建置完成太阳能光电系统 一年发电量880万度 从103年度至104年三半年为止 共收入1000多万元的权利金 学校太阳能光电受电回馈金 则提供学校软硬体设备或是设施的改善 那个太阳能板本身啊 架在屋顶上面还有隔热的作用 还有隔热的作用 那透过回馈的机制 装设的单位可以多一些经费 那么县政府这么拮据的县库 可以多一点点经费 为了配合推动行政院智慧节电计划 将针对辖内机关服务业 以及住宅等三大用电指标对象 挑战一年整体节电达2%的目标 并从即日起 针对辖内20类指定服务业营业场所 进行室内冷气不低于26度检查作业 若违法规定者需限期改善 而限期为改善者会议能约管理法 裁处新台币2万到10万元的罚款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财马报道